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著名男演员曾江的妹妹 她是林翠 原名曾毅 林翠原来不叫林翠 叫曾毅 之所以叫林翠 是因为当时的亚洲影后林黛出演的 翠翠一时名声大噪 导演想让新人与林黛相当 顾其名林翠 可想而知 先前的曾毅 后来的林翠也确实做到了导演的这份期盼 林翠出生于1936年的上海 她的哥哥是著名的中国香港演员曾江 这是一个老戏骨 全能型演员 她的作品备受观众的喜爱 作为妹妹的林翠 也不比哥哥差 据说她当时选择进娱乐圈 还是哥哥曾江的功劳 当时林翠和哥哥赌气 便把自己的信息寄到招收演员的影视公司 性格豪爽的林翠 一下子把导演黄卓翰吸引住了 导演觉得这个小姑娘性格很勇敢 所以便收下了当时的林翠 她凭借出演女儿新瞬间火遍这个圈子 也正是在圈中立足 成为当时公司的太柱子 后来她一路飙喉备受观众们的喜爱 尤其是长腿姐姐中的精彩演技 里面的角色被她表现得活灵活现 犹如是这个角色的本身受到一致好评 林翠扮演的教师形象 一度被人称作学生情人 可见其广大的影响力 也侧面肯定了林翠的演技 当年电影公司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 不过他们之间也是相互借用 当红影星的 其中林翠曾经就为 易华影业和新片影业公司 拍摄过《化身姑娘》和《马路小天使》等影片 林翠自然也为《少师电影》拍摄过影片 比较熟悉的影片有《夜来香》 《移花节目》 《千金小姐》等等 林翠和自由影业公司三年约满之后 加盟电影影业 她是当时能和少师一争高下的电影公司 背靠电影影业这棵大树 林翠的事业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出演的影片基本上步步买作 诸如四千斤 蓝龟风云 西施豆腐 啼笑姻缘等等影片 六十年代的电貌影业 犹如后来的佳河一样 是邵氏最大的竞争对手 只可惜1964年的电影影业的董事长 以及公司许多高管乘坐的飞机坠毁 全部遭遇空难而死 总经理于普庆后来也病死了 至此电貌影业遗落千丈 再也不是邵氏电影的对手 后来又改组成国泰电影公司 林翠在国泰所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是 《游楼戏凤》 刘德华和舒奇曾主演过 刘伟强翻拍版本 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当年电貌影业不是遭此意外 后来就不是邵氏和家和两大电影公司的天下了 林翠也肯定比现在还要出名 真是命运无常 而她备受关注的不止在事业方面 她的情感也曾轰动一时 1959年的时候 林翠遇到了她的爱情 一代名导演 秦健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并且生下一子陈山河 当时正当红的林翠宣布结婚时 大家都很震惊 因为她的年纪才23岁 正是奋斗事业的年纪 她却选择结婚 但是导演和演员在大家看来是完美爱情的标配 所以大家还很祝福两人的婚姻 就在大家以为两人的婚姻就此一直幸福下去的时候 突发情变 原来在两人结婚后秦健的事业每框欲下 渐渐的她把情绪发现在赌博的深渊中 可是这是个毒瘤 越来越大 直到膨胀到控制不住 李涵翔在30年细说从头中说 秦健赌注惊人经常带着满公事包装满500元的大牛 到马场里孤注一致输赢都已几十万计 秦健的这个恶习让上司失去对他的信任 将财务问题交给了秦健一手提携的陈文 直接导致双方不快他愤而离职令组新公司 但之后所拍的影片却都成绩扑扑通通 连付出诸多心血打造的大马戏团也以票房惨败告终 心心烦闷不顺的秦健更是将马场当作发泄之地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输光了自己的钱不说 连妻子林翠的积蓄也赔了出去 还抵押了林翠在太子道的一套房子 还了赌债 秦健与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签了三年的卖身器 提前预知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那三年时间里秦健每个月只领基本生活费 如果真能从此借赌全新投入创作 秦健也许真能如六爷邵逸夫所期待的那样动山再起 但可惜的是他没能回头 期间秦健为了赌马 曾向邵氏女演员李婷借款20万 却因为书的精光无力偿还 1966年8月 李婷在邵氏宿舍选择了轻身 虽然有情感因素 但与这件事情也不能说无关 李婷死后不到半年 其父亲李叔堂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两件事情之后 秦健的状态愈发不佳 因为他嗜毒 与妻子林翠之间早已矛盾重重 两人分居期间传出了林翠与王宇的恋情 1969年6月15日 秦健指导的《相思河畔》 就剩下两三场外景戏 需要到飞蛾山取景 剧组人员准备好要出发时 发现导演还没到 副导演只要昌便和一名 巨物到秦健住的二宿舍四楼找他 敲门半响没人应答 破门而入后 发现秦健已经在洗手间的窗口位置离世 据秦健的表弟林超 后来向李汉祥讲述 秦健自杀前一个月左右 曾把他找过去 说自己身体最近很坏 精神恍惚 体力衰退 我一生做人做事 还算没有大欠缺 但我始终觉得对不起林翠 我差不多赎尽他所有的钱 甚至把他最后的房子也压掉 秦健告诉林超自己有五万美金的人寿保险 假如自己不在了 希望林超将保险费取出 去赎回林翠的房子 林超虽然觉得秦健当时的状态很不对 却也没有想到他会自杀 而那笔保费 因他不是直系亲属 就没有资格做受益人 至于后来保险公司如何处理 林超便不得而知了 秦健的去世已经足够令世人震惊 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在秦健去世后的第二天 林翠与王宇出现在记者会上 在记者会上 林翠对离世的丈夫大步一刀 宣告的内容是他现在身怀二胎 并且会替秦健常怀欠下的巨债 以此来做到问心无愧 为之前的家庭做最后一份他能做的事情 当时的林翠手中拿这秦健债款欠条为真 让大家作证他许下还债的承诺 而林翠的第二个爱人王宇 是以武艺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 他样貌俊朗 虽然林翠的年纪比他大了八岁 但是当时林翠的形象和事业都很火 所以王宇对林翠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而当时的林翠还没有从婚姻中脱离出来 但是王宇的出现是林翠感受到了 久违的爱情 一时之间两人在爱情面前 不管不顾 不仅在林翠的婚姻中发展爱情 还是林翠怀上了他的孩子 在两人宣布在一起后 大家有反对有祝福 反对林翠的做法 这是对婚姻的不周成 还把秦健的事事归结于林翠的身上 即使林翠后来澄清秦健的离世 与他没有关系 但是难以被大家信服 而另一面赞同林翠开始新的生活 是因为他们很心疼林翠 又是影后级别的女性 也是大众心中的鬼马情人 她值得拥有最好的 就这样 在备受争议的言语中 林翠开始了自己的性生活 婚后林翠为王宇相继生下三个女儿 大女儿王兴平也成为了圈内歌手和演员 但是在后来结婚以后 就渐渐淡出娱乐圈 小女儿王美宜进入了时尚圈 成为了时尚达人 也是王宇的女人员受欢迎 婚后的王宇并没有老老实实归于家庭 她在外面风流成性 战花惹草 并且和当时的不良人员沾边 所以两人爱情也精进维持了六年 最终相信爱情的林翠遭王宇抛弃 而离开林翠后的王宇 又经历了二婚妻子的出柜 又相继有过几段恋情 据她所说 当年她是拒绝林青夏的男人 而且还和小她40岁的女生交往 但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 对方父母强烈反对 所以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离开王宇后的林翠 把心思都放在了事业上 并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 称为赴美潮流中的一员 移居美国 后一事业关系长期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长期打平自己的事业 当属那时的女强人 有种离开了婚姻 可以过得更好的镜头 直到95年因禀世事 一代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就此告别人间 直到离世前 林翠都是一个人生活 未曾再婚 大家为这个女人感到惋惜 在事业当红时选择婚姻生活 在婚姻中做到了感爱感恨 她的活泼 她的机灵生动 她的义正义邪 每个画面都成为大家脑海中的回忆 影视剧中 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有他们的人物特点 通过他们的演绎 展现给了我们一步又一步的经典作品 然而在这些正面人物的背后 有着我们看不到的背景 我们都被荧幕中的角色蒙蔽了双眼 各人各血 各人有各人的隐晦与皎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